大家好 我是天天阿婆 今天阿婆要给大家做麻辣烤包子 之前我的频道其实有一个类似的 今天这款有一点不同 它不同的就是馅料上的不同 第二个更适合新手 还有它不太那么油腻 我们第一步先来做一下肉馅 因为这个肉需要一点时间来腌制 肉首选是梅头肉 梅头肉的口感是最好的 它又有一点点肥 又不像五花肉那么肥腻 当然你选五花肉也没问题 我把肉切成指甲盖大小的小丁 我今天不用肉末 因为肉末相对来说很容易出水 包进去的时候新手比较害怕 另外这个麻辣包子比较劲爆 所以这个丁也比较符合那种口感跟感觉 切完丁尾后稍微给它剁一下 这样子会有一点粘性嘛 不至于那么傻 比如说有碰到这种很肥的 就给它切小一点 免得一口吃的都是肥肉 给它混进去 放两三方多几下就行 这是肉馅部分 切肉的板清洗干净以后 我们再来加一样东西 这是侨夫老家明北的那边的吃法 往往他们的包子都会放水 因为那里盛产竹子嘛 笋制品很多 然后我这个是超市里面买的 冰冻的它其实是新鲜的那个春笋 你看后面的ingredients 你看它的就是笋跟水 它里面是速冻起来 要比你去买罐头的要好很多 因为罐头的它总是有一种怪味 它不知道什么 没有笋也可以不放 没关系的 给它切碎一点 量不要太多 不要抢了肉的风头 在放调味料之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几个调味料 有的网友总是希望我能秀一下图片 其他的酱油盐糖就不用秀了 就主要是这个 辣椒粉 辣椒粉为了避免那种特别刺激特别辣 我就会选韩式的辣椒粉 这是韩国店都有买的 你可以买粗颗粒的也可以买细的都可以 还有就是麻辣包子吧 肯定要有花椒粉 那我们这个是自己家 把花椒炒酥了以后 用那个抹粉机给它抹碎了 那这个就是味道就很足 那你往往超市里面买来 有时候它保存挺久了 就没有那个冲劲了 那也可以用 但是呢 你最好要加上 藤椒油或者花椒油 这个什么牌子的都行 一般就是说 藤椒油会更香一点 这个调味料呢 要放足 不放足的话呢 这个就不好吃了 所以 我都把它写在屏幕上 我先把肉跟笋先腌一下 一会儿呢 我们再放葱花进去 至少腌它一两个小时吧 我觉得让它会更入味一点 好 现在开始做包子皮 用中筋面粉 就是用这种cup cup是最方便的 因为每次都有网友说 你为什么不用克 很多时候没办法我才用克 连用cup也不用去撑 对吧 一咬就是多少 它这个是标准的两杯 240毫升砖的 今天用的面粉需要两杯半 咱们做包子是用酵母来发酵 对吧 但是呢 我会加一点点 这个泡打粉进去 那么会保证它的包子皮呢 更松朗 发得更好 这个就特别适合新手 四分之一小匙 就一点点 你也可以不用 先把它搅匀 酵母呢 其实什么样酵母都可以 它是活性的嘛 所以它会发展没关系 我用的是塑酵的这种 那会更快一点 一小匙吧 然后加一点温水 加三小匙温水 也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糖 无所谓 这是塑酵的 然后给它搅一搅 让它先集火一下 大约十几分钟以后 好现在来看 这个酵母它有异样 就是有一点浮沫有点气泡 底下有一些东西感觉在 翻动冒上来 这就说明这个酵母是有活性的 我拿到光线好的地方看一下 这一般呢 塑酵的跟普通的 它的翻出来的样子 会有一点不同 但不管怎么样 有这些东西翻动 就说明它是有活性的 那就可以用 就会保证能够发起来 好现在我们开始搅面 进去的时候是这样 如果是夏天就无所谓 那冬天最好用温水 这样子发酵会快一点 这个温水就是不碳手的 一定是在50摄氏度以下的 好先把刚才的酵母放进去 先把这个酵母放进去 然后再把我们的水 所以我准备了一个cup 不一定会用得完 不一定要按精准的量 按精准的量反倒是会失败 你要看这个面的状态 因为各地的面粉真的是不一样 你不要硬按那个 一定要有多少比多少 这个是说不准的 这个面团就是软硬刚好就好了 因为有的面粉 这个吸水性都不同的 好你看我们先把这种 刚刚拌过水的 你看它这个 你抓起来它就是软硬刚好的 对吧 把这些呢 你给它先放一边 剩下的底下 还有的粉给它挖出来 再加一点 好可以了 现在是干好了 现在是没有干粉了 然后你手抓的这个面团呢 要感觉是这种软软的 但又不粘手 就这种 这种状态就好了 你如果喜欢软的 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更软一点 然后我基本上算一下啊 加上这个大概150毫升多一点 150到160毫升的水 我说了大家不一定要按照这个量 就是看这个状态就行了 最后你可以检验一下面团的软硬度 就是你用手揉的时候 不用太实劲 轻轻的就能揉得动 这样子面团就干好 按照我的做法呢 第一次揉的时候 我不会去把它揉到太光滑 个人做法不一样 我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刚才放温水进去了 你揉太久的话 温水都凉了 那我们放温水干什么 好 我们现在呢 要用一个能够密封的这个盖子 给盖起来去发酵 盖上的同时呢 再盖上这个布 这样子就让它表面不会干掉 我就不用保鲜膜了 我们减少塑料 好 现在我给它放到烤箱里面 去发酵会快一点 你放室温温暖的地方也都行 但是那样子可能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 看你家的温度 好 我们现在烤箱 现在很多烤箱都有这个发酵的键 我们就把它摁一下 放进去 这样子一般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真的冬天跟夏天是不一样的 好 面团在发酵的时候 我们要切些葱花再放到馅料里面去 那这个葱呢 你可以用这个青葱 也可以用大葱 也可以用洋葱 看你喜欢多少也是比较随意 我这里用了四根葱大概 再给它拌进去 把它拌匀就行了 这样子葱花香 好 这个呢 我们今天可能 这个天气比较冷还是什么 就是我发了40分钟 这个你主要看状态就行了 只要你确认你前面的酵母是 是有效的 那么你一定会发起来 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那发到这个两倍大 一个标志呢就是你捅下去 你看它不会回弹上来 就行了 好 我们现在再拿过来 拿一块比较大的板 然后底下先撒粉 那我会喜欢撒这个 素粉啊 生粉啊 这一类东西 这样子呢 也更有利于它的层次 我就撒一下 好 也可以用面粉 当然 好 现在把这个翻出来 翻出来 这个包子对面团的要求 不是太高 就是我们从里面 发酵好拿出来 直接就可以擀开了 新手的话 这个面呢 你不要过软 过软 你比较难操作 因为你不经常做面食 你看到粘你就怕了 特地 如果要我做的话 我会选择更软一点 软一点呢 它那个泡会更松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经验 如果你是真正的 很少很少做面食的 硬一点 对你来说相对好操作 擀到差不多擀开的时候 我们想办法把它擀成 尽量吧 擀成长方形 三方形就是这样 给凳推过去 这样子 朝这个方向 它这边就出来了 这边也是 朝这个方向推一下 差不多吧 没关系 问题都不大 现在这个步骤呢 就是要抹油 那油抹进去 它就有层次 那油呢 最好的肯定就是猪油 猪油它一般就是半固体的 你这么抹下去 它基本上 它就会附着在上面 不会流来流去 那如果你没有用猪油 就用普通的油 那普通的油 就要调一点粉进去 就是让它不要流的太厉害 就行了 那我今天用的是猪油 好 这个怎么说呢 油越多 当然越酥 越好吃 层次越多 那么我们呢 折中一下 不需要那么酥脆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 用的是普通的油 用面粉 调一下 大概就调到 跟猪油差不多这种浓度 如果用普通的油呢 我示范一下 我放一勺的面粉进去 这是牛油果油 你也是放一勺下去 好 搅一搅 大概是这样的状态 还可以更浓一点 没关系 调完以后再来抹 有的人喜欢香的 会把这个粉用热油浇下去 然后让这个粉在油里面 好像感觉是炸一下 好像里面这个粉会更香 其实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因为我们的馅料 非常的香 所以我在皮上面呢 我就忽略不计 不做太多的功夫 就是把油抹下去就行了 薄薄的一层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卷起来 它就有层次了 对吧 然后先这样子 卷起来 尽量卷实一点 卷紧一点 卷紧一点 就往往旁边会比较薄一点 中间会厚一点 没事啊 这个我特别给新手示范 因为新手最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这边长这边短 没问题 阿婆给你做哈 你就不需要做那么严格 很多人就做不了了 你看它就是会这样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个边哈 给它抓一抓 就是把它尽量合起来 这个就你会 新手经常会擀成这样 没问题 阿婆示范给你看 也没关系 就是这里你看 这会长短不一哈 一般中间会比较厚 你给它压一压 拉出去 整一下 然后这边再整一下 尽量把它做均匀了 均匀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分 分八个很容易 中间先分下去 然后呢 再来这个分四个 但要注意哈 这边呢 是比较薄的 因为这边你看 没有卷 卷满 对吧 我们呢 分四个的时候 这边留长一点 这样子尽量会做出来比较匀 你看哈 本来是在这里 我们过来一点 嗯 这边两个 这边呢 这两个会长一点 对吧 好也没关系啊 这都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 头尾先合起来 头尾 你看它这个地方 你给它压下去 把头尾合起来 两个头尾合起来 然后再 再合到底下去 好 就放这里 这边也是 这边也是 头尾 它这个是 你把头尾给它拉一下 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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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拉到底下去 折起来 好 这样子 这边也是 大小不一 没关系 现在都弄好了哈 好 你看啊 这个刚才包下去的 这个不好看对吧 现在就往里面包 往里面 再压一下 用手压 压 压成一个盏 就压 然后包 我今天这个馅料呢 是做了很多哈 大家用不完是可以把它 冷冻起来的 下一次咱们把包子 面一发好就可以包了 好 馅料不要那么多 因为它味道很足 好 再放这里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咱们把它放下来 会好做一点 这样子啊 这样子 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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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翻下来 转一下 再用擀面杖擀一擀 都包好以后 可以放在板上 再饧它15-20分钟 这时候你不用怕它表面会干 因为上面都是油 我会用一个不粘煎锅 然后这个油呢 你喜欢酥油就要多放 那我们折中一下吧 要放太多 只要这个两面能粘上油就行 煎的同时 先把烤箱预热350华氏度 不要太高的火 不要太高的火 就是那一点点滋滋滋的感觉 就好了 就放下去 中间的火力会比较大 可以换一换 轮擀一下 微微发黄了 到了这一步 你回想一下 前面只要酵母有效 面团发到两倍大 然后面团不要太硬 到了这一步一定能成功了 现在呢 这时候的油是干好的 每一块包子都沾上油 千万不要大火 大火会容易把它搞爆掉 是这样 如果我们在煎的时候 发现底下的油被吸干了 那你为了保证它出来的表皮 会比较好看 会有点金黄酥脆的样子 那你还得添一点油进去 油太少的话表面干干的不好看 没有那个感觉 所以就要保证它 包子面上是有油的 这样才会好看 你看 我一直保持这个小火 让它慢慢的烤 这样油烟就不大 一直煎到 上下两面都金黄 然后中间肚子这个地方 不能有白面 生面的那个样子出现 它也要鼓出来 而且呢也要开始发黄 这样子呢 上下就透了 这样情况我们就可以拿到烤箱去烤 然后如果不用烤箱的朋友怎么做呢 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时候 加开水进去 开水啊 不要用冷水 因为不粘锅 最好不要冷热对冲 开水加进去 放到哪里呢 三分一的地方 三分一的地方 然后加盖 用大火把这个水煮干 再给它煎透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呢 喜欢用这个烤 烤的我们就可以放到烤盘里去了 放烤盘的时候 记得我们刚才包包子的时候 收口朝下 那么另外提醒一下 我们在包包子的时候 收口一定要捏紧捏死了 这样才不会爆开 煎出来的这个锅里面 还有要还留一点油 这种感觉 咱们表面才会很好看 不能里面都干了不行 现在烤箱预料好了 我们要烤20分钟 20分钟到烤箱烤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家里油气没有那么大 看一看啊 开始了啊 我们并没有放太多的油 再听一听这声音 这个包子的声音 底下也是酥脆的 是我们已经放了半个小时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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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还有那个松松的包子的 这个软软的东西 这里的层次呢 是有事无 因为我们油不多 所以能达到这样子就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外酥你嫩的肉包子 麻辣味的 哇 嗯 嗯 是掰吧 哇 可可 对 它这个包子本身是松软的 中间 然后这个皮呢是脆脆的 我们球夫已经吃过好几次了 一只比一只好吃 一只比一只好吃 好像你觉得辣不辣 我放了一大匙的辣椒粉 我觉得不辣 一点不辣哈 真的没有辣的感觉 但是它那个就是 如果你喜欢辣的还是要用那个中式的辣椒粉 这个 唯一一个就是 太香了 对 因为这个辣椒粉就是香但它不辣 嗯 还有一个呢 这个馅料我今天只用了三分一按我这个量 但是这个馅料因为每次去切啊挺麻烦的 所以我一次都会多做一点 然后呢 下一次要做这个麻辣包子的时候 只要发个面 这个一画 一包就可以吃了 很方便 随时有客人来 你只要花发面的时间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香喷喷的麻辣包子 那这个剩下的馅料呢 就放到盒子里放冰箱冷冻起来 吃的时候拿出来就可以了 好吧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